如果今天會搭到高鐵的話 聽到這個訊息 大家都會有一點怕怕 為什麼 前內政部長李鴻源 日前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提到這麼一件事情 他說台鐵最近狀況頻傳 但其實高鐵也必須要注意 原因就是因為長期以來 我們都在關心地層下線問題 甚至還提出了一個數據 他講說就他的觀察 他認為台中以南 都在不上飛騫飛騫 為什麼這一件事情 一講出來之後 高鐵這邊馬上急著跳腳 而雙方的意見有些分歧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數據 主要的下線問題 其實長久以來都存在 當時在做高鐵建置的時候 他們也說設計了 非常嚴密的管控系統 可問題是地層下線的這個狀況 還是持續的在發生 包括了台北這邊 說下線目前是2.1公尺 但是來看到的是 彰化跟雲林這邊的下線量 其實是比較大的 包括了2.53公尺 甚至雲林這邊已經到了2.62公尺 要知道的是 雲林線是農業大線 很多人會找警 所以這個抽取地下水的問題 會有沒有可能導致下線更加嚴重 這是值得關注的地方 好 大家都在問了 高鐵會經過的地方 萬一地層下線代表什麼 代表那個鐵路 它可能會不穩 所以大家都在問 有沒有可能會有狀況 高鐵第一時間給我們的回應是什麼 他說高鐵的機裝 是深入地下70公尺的 而且他們定期都有在監測 目前這個下線量是仍舊安全的 他也解釋了下線很多種 有一種是大規模大面積的下線 就表示大家平均都往下沉 那就表示它的軌道變化波度 不會太大 安全沒問題 但如果有差異性的話 波度就會改變 那就會有危險了 他們說現在都還在監控管側之內 安全沒問題 同時也說 軌道會適時地來強化支撐 好 大家都這樣講 可問題是隱憂在哪裡 隱憂就在於說 我們剛剛講的 雲林是農業大線 在這個地方提供您一個數據是什麼 雲璋地區農業縣 目前25萬口井 但你知道嗎 合法的竟然不到5% 但是你就說不到5% 95%是違規對不對 政府就抓 可是真的有人敢抓嗎 為什麼 有人就想說論政府不敢 原因是因為 來看到潛力 錢彰化縣的縣長魏明谷 還有這一位 錢雲林縣的縣長李靜勇 說他們如果要把這個 藻井的部分納管 就是所有的井都要納管來看 你到底可以藻不能藻 可以又不能用的話 馬上選舉就會有問題 而且現在什麼 漢象的使用 所以地下水的狀況 恐怕在農業用水的部分 會更加的嚴重 所以大家都很擔心 這地層如果擁有限水 然後水又少 然後又有農業使用的話 就沒有辦法讓地層 完全的回升 那麼官方 你又沒有辦法查氣的話 接下來該怎麼辦 就是大家對於高鐵的部分 非常在意的問題 不過高鐵一再的告訴大家 他們有嚴密的監控 管控 安全無餘 大家不用太擔心